黄色野马一路蛇行 接着突然在路口大回转 这时有民众正要过马路 野马却完全不管耗志 继续往前冲 吓得民众赶紧停下脚步 这时肇事驾驶在车祸前 在苗栗头粪自强路一带 疯狂违规 没想到不久后 他却把女骑士撞到命违 女骑士爸爸形容 这比搁自己的肉还要痛 反观22岁驾驶 他三月在脸书颇文 说小弟已来跑小黄乐 扩大经营版图 自称是优良驾驶 更被其底家族在桃园 开工厂是瓷砖小开 离谱的是 他曾在IG写下 要对陈时中开枪 父亲节也在台南逆向开车 不到一周 又在苗栗闯红灯 撞上女骑士 在警局时还呛下说 没有爸妈行进脱续狂妄 精神科医师指出 驾驶可能有躁郁症 才会没避世感 相关单位将进行精神鉴定 驾驶爸妈说 儿子曾就医 事发后想探视女骑士 但遭家属拒绝 家属说女骑士对动漫很有兴趣 希望就读相关科系 才选择先打工赚钱 却在上班途中遭撞伤 目前人在家户病房 恐怕会失明 只祈求病情能够尽快好转 更要向肇事驾驶讨回公道 记者许玉文王百英 桃圆苗栗采访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杨栗兰